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疯狂的杨林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慢点视频 昨天小米公司在北京发布了旗下年度旗舰手机小米6 慢点视频团队呢 也在第一时间拿到了媒体的评测机 对于这款机器的性能以及各项参数的展示 我们并不会去在这里去进行 大家可以去官网或者去其他媒体平台去看一下 对这款机器的评测 慢点视频一直以来就是好玩有趣 我们今天呢就来去对小米6的一个功能进行一个测试 雷总在发布会上也对这一功能进行了介绍 叫生活防水防波件功能 今天呢慢点视频将以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来去做一期这样的一个测试 我们一起来去看一下 今天我们请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往斗里面注入水 这个斗注满水的话呢 大概会有一吨重 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个斗升起来 让这一吨水从空中直接砸向小米6 我们看看结果会怎么样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看到水已经装在斗里了我们现在把它升起来 一会儿呢瞬间倒下来我们看一下后果吧 太期待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慢动作 哇 这个水倒下来的瞬间很漂亮 就像一个瀑布一样 就像一个瀑布一样 整个水我们可以看到直接打在了小米6身上 然后把小米6直接冲桌子上 我们用双面脚把小米6已经牢牢的粘固好了呢 结果水倒下来的时候还是瞬间把小米6给冲出来了 转发酱了 strengthening把小米6最合得以 organization的贴皂 就像1个小米5为溜出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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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盏冰箱了吧 这样一架步 匣滚 这里店三百元 Luther 好 我们过去看一下 下面六 结果怎么样 走 摄影师 哇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水 从上面泼下来之后 把手机直接砸在了地上 我还 还在听着歌 还在放着歌 应该没问题 还在放着歌 我们点亮屏幕看一下 拍得清楚吗 拍不清楚 可以到这边来拍 没关系 大家看到了吗 没有问题 还是完好的 也没有睡 没问题 OK 好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测试呢 并不是说要去证明小米手机 反水有多么的厉害 我们只是通过慢点视频 自有的方式和风格 来去玩了一下小米6 请大家不要轻易模仿 生活反水的概念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下着雨 不小心被淋湿了 或者是甩水的时候 不小心甩到了上面 可以保证没有事情 但是也不能把小米6 放在水里面泡 那样还是会泡坏的 好吧 我们也期待下一代的产品当中 能够提供非常非常牛逼的 反水的功能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来去折腾它 好吧 本期慢点视频呢 到此结束 拜拜 3 2 1 好 我们看一下慢动作的效果 怎么样吧 我们下车的效果